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今天又來跟大家說一些時事政治的話題, 不過說之前先補充一點, 就是我的頻道主要不是要來講時事政治的話題, 是跟大家探討分享各種人生疑難的問題, 人生問題我素來說就不是新老病死, 是離不開家庭情外各種人際關係, 和貧窮這四大問題, 再次一些才是一些心心理健康, 精神情緒疾病, 人格障礙等等, 甚至包括神靈鬼怪, 宗教政治這些問題, 我都會跟大家分享, 政治和宗教的問題, 亦都因為影響不同全球人類的各種人生命運, 無論你有沒有宗教信仰, 你關不關心政治都好, 其實它都影響全球人類的各種不同程度命運, 所以偶然我都會跟大家講一些話題, 再加上我自己如果在香港來說, 算是一個普通的香港小市民, 但同時我也是一個長期花育很多的時間, 去關心社會時事, 和參與很多無論你所謂形容的和理非也好, 勇武抗爭這些政治集會人活動, 你差不多講得出, 都會有我的身影, 這些事情在其他影響之前, 我之前也介紹過, 這次就不再特別在這裡, 所以在我這條頻道, 狗不狗, 都會跟大家去分享一些時事, 政治這些話題內容, 不過在分享之外, 同時我都經常講, 我會盡量去講一些, 因為人人都說的事, 人人都知道的事, 那我就沒什麼特別興趣講, 那我就藉著一些事情, 講一些另類的觀點角度, 或者另類一些小人注意的事情, 去跟大家去分享一下, 那今次想跟大家去講什麼呢, 就是應該都有不少香港人都知道, 就是剛剛昨天有一件突發消息, 可能對於香港人來說, 尤其是懂得自由的香港人來說, 未必個個香港人認為是, 就是一些值得鼓舞的事情, 振奮的事情, 就是在英國倫敦的香港經貿辦, 有三位人士, 被英國用英國的國安法去拘捕, 起訴, 其中一個本身是英國人, 而一個六十多歲, 原來看網上, 他還是香港李家超, 現在香港所謂的特首李家超的同學, 也是他們之前的同事來的, 這些事情就有很多人去講, 那我就不是特別詳細, 講述他們的細節抵運, 因為我都不是太熟悉, 就是這些事情可以跟大家分享, 過往我有一些影片, 如果有看開頻道的觀眾, 都聽過, 我對中共, 這個政權倒台, 曾經在2014年, 預料預言過, 快則三年, 慢則七至十年就會倒台, 過往這十年, 尤其是過去兩三年, 有很多陸續的事情發生, 已經是我2014年預料預言過的事情, 已經大部份都出現了應用, 現在唯一只差一步, 就是中共什麼時候倒台呢? 其實如果以中國共產黨, 其實它等於倒台了, 已經應用了我, 因為習近平現在就一尊獨大, 本身以前中國的共產黨制度, 其實已經沒有了, 以前真的有一個黨的制度, 現在純粹是習近平一個一尊獨大, 從這個意義的角度, 其實已經是應用了我, 當然啦, 實際它仍然都是以中共的名義, 去控制著中國和香港人, 今次就想跟大家分享什麼呢? 亦都想給香港人勉勵鼓勵, 同時亦都分享一些, 可能即使你在其他時事評論, 如果喜歡聽一些時事新聞頻道的人, 都未必那麼容易感覺到, 就是這件事, 這個呢, 我過往形容過, 這裡有一本《香港簡事》, 有看開的頻道, 公眾都知道的, 久不久, 如果在室內拍影片, 都喜歡放一些書本去襯托我, 當日那條影片的話題內容, 我從這件事, 就給香港人一些鼓勵, 雖然現在, 在香港仍然, 政治環境比較差, 言論自由, 很多自由都沒有了, 但我經常強調, 不需要太灰心, 而且, 從香港很多地理環境, 過往香港歷史來講, 香港人可以是一個幸運的族群, 無論從這些歷史, 香港的簡事, 過往香港島, 小小的漁村, 在中國過往的歷史, 很多中原族陸的戰爭, 都避開了這些戰爭的禍害, 因為它是一個普通的小漁村, 無論你哪個朝政, 當這些朝政打三打死, 那些人士, 對於住在香港裡面的人民, 沒有什麼大影響的, 而到英國鴉片戰爭的歷史, 這些事件, 間接直接導致大協中, 香港成為英國殖民統治, 過往的百多年, 導致香港非升國際等歷史, 都反映香港, 香港這個地方, 有些說香港是福地, 某個角度也是對的, 無論從一些地理環境, 天災人和等等這些事情, 香港都是一個福地, 相對比起, 尤其是大陸, 香港人更加是一個幸運的族群, 無論你天災地理那些, 就算二次戰爭那些, 在歐美世界很多人都要打七年, 十年那些, 但香港只不過是三年零八月, 受苦難的時間也相對少, 有什麼風災那些, 很多時候被菲律賓, 擋了來香港, 都是一些小事, 香港沒有地震, 台灣, 日本, 旁邊這些地方都有地震, 等等這些各樣的事情, 都顯示, 香港是一個幸運的族群的人, 如果幸運的, 就不用讓中共這樣統治, 但你要對比, 其實在世界各地都有很多不同的地區的人士, 他們都是爭取自由民主的犧牲, 以及受苦的, 你看看緬甸, 非洲, 還有其他很多國家, 其實他們都相對沒有那麼多國際社會的人士去關心, 但是香港人, 你看看, 還有很多人, 世界各地是關心, 尤其是美國政府那些, 經常歐美世界都為香港人發聲, 即使在那個被政治迫害, 香港人還有一個英國的政府, 給你一些特別的優惠待遇, BNO, 又可以很容易申請, 如果你想去走, 其實都還有一個地方去走, 但是你看看其他, 比如緬甸那些, 有沒有得走, 沒有的, 緬甸政府, 軍政府也都開槍去查殺他們人民, 所以在這麼多種, 從這些過往的香港歷史的情況, 到現在來說, 即使現在香港, 受政治壓迫, 沒有什麼自由, 但是你相對來說, 你都仍然, 起碼不用擔驚受怕, 泰國擔驚受怕, 如果你是一般小市民, 也都從這些歷史裡面, 我都講過了, 在三年零八月, 過月, 這個日軍統治的時候, 我們的爺輩, 祖先輩, 他們在那三年零八月, 面對那個苦難, 更加慘, 更加恐慌, 你又要採購物資, 你出街面對那些入軍, 隨時又突然有人拍門, 入軍拍門, 女性被強姦, 起碼現在香港不會是這樣, 相對總總這些, 即使香港有一些危機, 危難都, 都相對在其他地方, 比較少的, 也都有受國際社會的關注, 所以總總這些情況, 香港人來講, 仍然是一個, 幸運相對, 即使有士氣來講, 都相對幸運的一個族群, 跟著想說, 直著這個, 香港隆登經貿辦的事情, 可以跟大家說, 可以更加進一步, 看到中共港共政權, 這些末日倒數, 越來越近, 那麼, 也都, 講笑這一點, 其實就這些事情之前, 過往這幾年, 這個, 尤其是, 中共那些所謂孔子學院, 其實已經陸續被世界各地, 很多歐美世界的政府, 已經去, 已經去, 去陸續, 要他們去關閉, 設束, 這樣, 已經是, 被人知道, 他們藉著這些孔子學院, 就去滲透了, 但是現在連一個香港, 這個經貿辦, 都有發生了事情, 還有一些, 在過去這幾年, 簡單來說, 我記憶中, 至少有荷蘭, 德國, 美國, 加拿大等等, 這些, 他們, 中共那些, 駐外的一些非法, 即是, 駐在別人的秘密警察, 捉一些異見人士, 已經是, 即使荷蘭, 德國, 美國,加拿大, 還有一些, 意大利, 還有一些都不記得, 也都已經, 被很多的歐美政府, 去倒破, 拘捕, 而中共的經濟, 越來越差, 那些資金維穩費, 都相對縮小, 從這些, 也都一步一步, 看到, 中共的形勢, 還有其他的, 我之前說過, 經濟又差, 中國, 如有都是想說, 一個國運來講, 其實國運, 在中共國運來講, 他也都已經, 一路一路去消退, 減退了, 越來越差, 甚至乎, 剛剛, 前兩個星期, 一個法國, 接見一個的, 中共習近平去到訪, 也都有一些, 重大的消息發生, 在他到訪之前, 亦都有一位異見人士, 被住在法國的, 一些的中共特務, 這個拘捕, 想挾持去, 即是, 即是, 帶他回到中共, 怎知又被, 法國的媒體直播, 那這些事情, 即是說, 在國運裡面, 中國, 或者習近平的運勢, 也都倒霉, 就是, 你訪問之前, 共和日出現這些事情, 令到他很尷尬, 而去到法國, 看到很多的事情, 法國, 就對他那種的冷待, 即是, 來到又沒有紅地毯, 又沒有馬克龍, 即時要接見他, 在飛機那裡, 然後, 加上叫了一個, 這個歐盟主席, 馮德萊恩, 那些, 就, 好像兩個去夾擊他, 開一些這樣的會, 他就好像一個, 公公敬敬, 受人指責, 要聽, 聽人訓話, 那些, 而到送他走的時候, 又隨隨便便, 馮德萊恩, 都不是送到他上車, 在門口, 打聲招呼, 就轉頭走, 那這些情況, 看到他, 習近平訪問, 法國受到冷待, 這些這樣的待遇, 和法國的媒體, 和法國的警察, 後來拘捕這些中共的特工, 其實, 剛剛在, 昨天裡面, 都有一宗消息, 就在澳洲裡面, 也都有一個消息, 原來有一個, 又是中國的特工, 就去年, 在澳洲裡面, 就自首, 自首自己供出來, 原來他是中共的特工, 在2008年, 到2023年, 是幫助中共做特工, 就在其他事情裡面, 做間諜特工的事情, 就供給澳洲政府知道, 等等這些, 各種剛才所說的事情, 其實還有很多很多的, 都已經可以看到, 中共那個, 無論他所謂, 用運氣的角度, 國運來講也好, 或者他那個形勢來講, 中共都是已經越來越, 倒霉很多事情, 包括之前有其他影片講過, 他很多在世界各地, 花錢, 或者去買其他國家的政治人物, 去支持他的政策, 在聯合國裡面, 支持他的政策那些, 現在越來越, 他不喜歡的人物, 就陸續上台, 他喜歡的人, 就全部都數不上, 包括, 阿根廷深任總統, 南韓深任總統, 菲律賓深任總統, 這些全部都是反共的, 意大利又退出一帶一路, 還有很多一些都忘記了, 不過, 即刻那個總統, 深任的總統, 又是反共的, 等等這些在國際形勢, 各樣事情參加, 你說得出的, 他都沒有任何好事, 曾經中共國運最好的時候, 這個在2008年, 還是2010年, 那個經濟指數去到 畸形的, 23點多的增長, 申請奧運主辦權等等, 那些, 當時每個人都好像, 中共這個, 余日中天, 但是, 由習近平上台, 這12年有多, 一直一直走向下坡, 而且越來越差, 中共這個國內裡面, 房地產, 失業率, 全部, 那些經濟, 全部都沒有一樣好消息, 從這些種種的事情, 大家都看到, 它是會影響它倒台的,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還有今次, 這個經貿辦, 駐在倫敦的經貿辦, 那個影響層面, 也都可以說是很爆炸性的, 因為為什麼呢? 這個除了英國, 它還會影響全球其他地方, 香港住其他地方的經貿辦, 那會進一步, 會影響其他歐美人士世界政權, 對於中共這些事情, 更加著緊去隔著他們, 等等這些事情, 還有就是, 在今早上, 我睡醒看一些新聞, 一些影片, 就看到, 抓到那三個人, 其中一個是西人, 另外那兩個香港人, 就是那些面部表情, 就是面如死灰, 可以說的, 沒有離神器, 接著還有那個, 英國那個, 這些就是, 英國人, 要作為一個西人, 當然這些世界各地都有的, 受不同地方的政府, 收錢收買, 總共有這些人的, 那它直接一出, 那個法庭的門口, 就要掩著臉, 這個狂奔, 那些, 從單, 連這些情況的跡象, 去看到, 他們這個, 不是這個理直氣壯的, 那這些, 香港派來這些人士, 做這些事情, 那會有一個, 兩個層面的蝴蝶效應, 第一, 就是, 其他的歐美世界, 就更加會, 關注你這個, 香港經貿辦, 原本你, 之前其實, 可能人家都已經懷疑了, 不過沒有什麼理由, 沒有什麼證據, 他現在已經浮出桌面了, 那其他的歐美世界, 更加對香港那個, 你其他駐外地的那些, 香港經貿辦, 更加會去, 原來你都跟中共特務一樣的, 都是來這裡搜集資料, 對付香港的一些, 一些異見人士, 那會這個, 這個蝴蝶效, 影響其他那些, 歐美世界的那些政府, 另一個蝴蝶效, 影響到其他那些, 幫港共政權做事的人, 就會人生煌煌了, 還繼續跟他做事好呢, 退出正面呢, 有些可能變成兩難, 退又難退, 不退的又可能面對其他那些, 有機會的風險等等, 那這些對於我們, 懂得自由的香港人來講, 是否一個好消息呢? 那最後呢, 也都說多一點, 其實我自己個人覺得, 在這個地步, 如果我們現在在英國的香港人, 尤其是那些在香港那些, 政治人物, 應該就更加去呼籲, 搞一次的集會, 等於更加去, 趁他病, 拿他命, 趁他港共, 中共政權現在的頹勢, 更加要, 給一些子彈, 這個英國政府, 即是我們集會, 呼籲在英國的香港人, 來一次玩一日, 或者星期六日, 去集會, 一個組織的大型集會, 要求英國政府, 加大壓力去對付, 或者制裁, 香港這些官員, 或者對中共給予施加壓力, 再加上, 尤其是英國, 曾經是, 香港的殖民地統治政府, 又簽署上, 《基本法》, 《中英聯合聲明》等, 更加在國際法律條文裡面, 更加大條道理, 現在你已經做了這些, 那樣的慘了, 但是如果香港人, 再給他一些籌碼, 在英國的香港人, 去集會, 給多些社會時時的政治壓力, 因為英國的傳媒一定會報道, 更加會被要求到, 很多的香港人, 受壓於這個, 這個港共政權, 這個中共政權, 這個自由, 政治的打壓, 更加給多些膽約, 英國政府去做多些事情, 無論打壓, 或者要對抗中共, 或者要制裁哪些公元, 都會多一些作用, 多一些力量, 所以這個, 如果是在英國的一些政治人物, 我覺得應該快些去組織一次, 其實今天都有的, 在昨天看到一些網上消息, 就說會有一些人, 好像是劉祖迪, 就去這個, 好像是今天的一點, 就去英國的那個經貿辦那裡, 去示威, 但是說快閃, 不知道什麼快閃, 好像是半個小時, 剩下半個小時, 因為今天我也要上班, 因為可能我也要去, 我晚一點我就要上班, 而且他又要一點去舉辦, 但是那時候很多人其實都上班, 其實我覺得就是, 既然他搞得這些集會, 但是這些這麼小型, 就像剛才所說, 去選一個日子, 或者星期六日, 呼籲一些, 在英國的香港人去集會, 這個可能那個, 那個政治影響力就更加大了, 好了, 今天暫時又和大家用這些事情, 去分享一下, 又給大家去看到一些消息, 以及我自己的看法觀點分析, 給大家去參考一下, 好, 暫時今天又和大家講到這裡, 拜拜!